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建会的强强对决 欢迎方针宝阁对面去捕妙 双方国标打国标 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龙阵打龙阵 就目前这个速度而言 对待方是全面碾压欢迎方 当然对待方现在多一把速度圈 后续关架方这边再把速度圈补上 可能双方的速度还会发生一些变化 先进宝帮 都清掉了 鸟儿村控神木铃 哎,关架方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关架方也把速度圈打上 等一下回合咱们看一下双方哪个速度情况 这边立起来 哎,怎么捏 这么大的失误吗 自动两个人啊 火焚了吧 谁用了 倒是也无伤大雅 后续回来就可以了 速度方面的话 还是对面速度都拿着 哎 什么毛病 看看神木铃回没回来 对面选择了直接扫宝宝 哇,给的这么多的吗 直接扫了个宝宝 这个是有点狠的 奇者,神木铃回来了 鸟儿村已经自动了两个回合了 再自动就有点伤了 月下迷伤 封地土 没封中 快点回鸟村也回来了 哎,那还行啊 还是无伤大雅 起个秘刃 官长方现在就 黄泉之息多抓一抓吧 想办法把速度抢一下 哎 又卡了一个乌龙灯 搞什么呀 官长方今天事物有点多 咱们仅仅看了四个回合 这边三个回合都是事物 精清放出来 再卡上一个回来回溯 宝宝又被清了一个 打同一个青石呢 还是接着清宝宝贝 官长方也是一把青石一样的 青石现在属于额外的技能了 它是不占用你的经脉格子的 之前的青石还要占据一个经脉格子 现在青石不占了 哎 官长方靠着一把青石 呦呦呦呜 第二下直接打了八千罗呀 低谷的宝宝又差一滴溜 官长方想一万三 你这个输出就很离谱 法宝没了 十一法 这法伤是真的高 鸟人是真疼啊 要不说想呢 什么说呢 低物理有争议 对吧 感觉哪个服器的大方他都不差 但是低法器没有争议 那就是这个风雪一成 动不动就秒领了上万 官长方女儿 所以有因素 对面速度全结束了 你必须直接换孩子了 一会儿 对面方也得把这个速度圈 重新来补一补 换一个呀 又被清了一个宝宝 空地斧 不然还可以多抓对面一次 踩踩了没去装 孩子把自己藏起来了 对面没出着 这孩子 那官长方女儿村 得了一波愤怒啊 这小金星 有没有 踩着塔 又挨了一顿奏 奇迹如风 对面女儿一把金星 反正方女儿选择了一把笑礼 鬼眼打上 亲孩子 怎么感觉双方这场比赛 打得这么腼腆啊 没有过多的一个动作 还都是以青宝宝为主 亲孩子 神佑之间 女儿村 再控女儿村 岁月 继续抢速度 诅咒之声 终于是又一次相点杀了 学府那边先动手 然后顺势 给自己横扫完的大狂 卡了一个乌龙弹 又能防点杀 只不过呢 自己的地府被控 小狂也没有挂出来 而关联黄大狂 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其实是给到了 宝格这边反点 对面的一个机会 扣女儿 点一手 对面直接换 来压大狂的尸体 这个龙 我就没见他有过用 你知道吧 他是一个单法的顺法宝宝 观众朋友也没有去点 单法的一个顺法宝宝 就是来手势的 也没什么抗险 就全魔加点 这一点又没有 咱平时看全副比赛 看的也比较多 看这条龙也看的比较多了 真的是 他发挥作用的比赛 少是又少 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搞出这么个宝贝 我感觉多带个坤 都比这玩意儿好用吧 有一点 他比坤好运 那就是顺法是可以触发法联的 顺机是不能触发连机的 但顺法是可以触发法联的 你如果在 比如说把某些单位 打出163以后 换个这种顺法宝宝 他有机会触发法联 破163的时候 就多破一次 可以多破你一次163 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又是一万 不会观众朋友 地府被打针 小丑没挂中 对面也 你看这 基本没什么血 对面 坏俩地厅被随到一个 得 得 俩地厅算白出了 你别看随到一个 那另外一个 他就白出了 地厅这玩意儿 他就一加一大于二 你剩下一个的时候 意义就不大 狂犬之息 继续抢速度 会员三 关照 万象 青宝不都费劲吧 这 免疫了 这回再補一个 对面 神不灵 亏马了 两个地厅被随到 神不灵 直接亏马了 头都大掉了 皮虎宝大疼 小丑挂中 也有精青 双方现在这个情况 还不好说呢 果标这玩意儿啊 当你节奏来了以后 来的就会非常惨 可能一波点杀 换地厅比赛就结束了 这节奏来不了的时候 那是真来不了的 咱们也经常看到果标 一打七八十个回合 打两个多小时 也经常见 这节奏就很关键 换个练习神 也没咬死啊 对面刚才神不灵 被随到俩地厅就 人都满了 那不光是两个地厅的问题 关键是你神不灵 老得补宝宝 他就出不了手 关键也换一个地厅 打到二十六回合 双方还都没有打开 这么一个僵局啊 锁度圈继续打伤 状况现在状态非常好 而宝格这边又是帅一些 出了一把地厅 这地厅禁北也摆给了 对面起风了 啊 起风了 直接是可以把这地厅带走的 奇迹入风 速度比较快 岁月直接控地火 关键也是一样的操作 也是去控一下地厅 小爽直接开点 诅咒之烧 给了一把破血 小爽没挂住 肚子精神 关照万象 关键黄也是去压对面的大堂 而 这个地厅他没人管啊 啊 地厅没人管 不过呢 关键黄这段地厅 他也被控了啊 所以这把点杀 双方都失败了 一万六年 这就就这十一法动不动上万数据啊 动不动上万的数据 就很压弱 就很压弱 独招之伤 怪难防趁身追击啊 还想再杀一个女儿村 剪开地压弱 小死亡挂中 直接巨弱 青鹰3DF 和163 刚刚好 女儿倒地 这样关键黄就可以顺利的把地厅3.0元都扔出去 残局给笑脸啊 对面无奈啊 这么一个局面不点肯定是不行的 必须得点一点 小死亡挂中 关键黄也要点 对面有物理系速度 直接天降神剑 七千八 关键黄也知道自己没物理系速度 直接给了一把破血 三抽 关键黄大藏倒地 对面大藏他也没了 一把三抽 打针给地府 对面没法延长 关键黄是可以延长的呀 对战方又直接逆惊了 这属于没办法的办法 这么一个情况 3.0元的双延长 你不逆惊没法打了 臭西瓜蓝番茄啊 叽叽歪歪给你扔逆惊 失败 3.0元的双延长 对面还把自己的化身色给玩进去了 逆惊失败 谁不得你秒一下 还没秒到化身色 你知道吧 还没秒到化身色 化身色下个回合还得在里边待着 还出不了手 啊 一无龙丹 你催眠两回合吗 没秒到化身 关键黄大逃 很快就能站起来了 咱最战方这俩人 可是站不起 宝贝又飞了两个 飞了三个 感觉曲护那边要出问题 有的时候节奏打出来就这一波 然后呢 四个宝宝一回合 飞了四个 打到关键黄地厅 他还没打死 对面一回合 三十一回合 还是五个宝宝 满宝宝 三十二回合 就剩下一个了 好不容易打着个地厅 还没打死 小死亡 攻击厅 够用 带走 沈木林 关键黄地府 马上可以三延长了 三十二回合 又给了一点力量 直接延长对面三个人 疯了疯了疯了 这 谁来也不行 三延长 五个人打两个 那可太简单 对面 收起了宝宝 干脆不玩了 玩不了了 玩不了了 那波太伤了 那波飞四个宝宝 太伤了 感觉对面女儿 大疼被 双延长了 她心态不至于崩了 但是那波飞四个宝宝 心态直接就炸了 感谢大家收看没有点昏住的帮忙 感谢大家收看没有点昏住的帮忙 观众没有点赞 帮忙点赞 拜拜